女篮八强抽签 中国迈向四强 日本落荒而逃 塞尔维亚躲猫猫 9月27号 全部的小组赛结束 随后八强对战的抽签结果 新鲜出炉 中国女篮上上签 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 B组的第三名 法国女篮 法国女篮在B组的小组赛中 三胜两负 这个战绩一般般 排名是小组第三 实力上来讲 应该相对是较弱的 中国女篮过法国这一关 有难度 但是难度不大 只要主教练正威 不自得当 队员放开手脚 专利去打 可以把法国队拿下 所以我就说嘛 咱们的女篮姑娘 一只脚 已经踏进了四强 本届的女篮世界杯 咱们的女篮姑娘 非常的遗憾 遗憾个啥 遗憾就遗憾在 两个素敌 我们正向抱一箭之仇啊 可是现在 一个也抓不到啊 第一个素敌 日本女篮 老对手 老冤家呀 2015年 武汉女篮亚紧赛的决赛中 中国女篮35分 惨败于日本女篮 这是日本人 我们要天天能够大了 每时每刻能够大了 我们不打败他们 我们就把他带来 刚才说话的这个人是谁啊 就是刚刚卸任的女篮主教练 许立明啊 提起这个日本 她是牙羹痒痒 她刚才不是说了吗 不打败日本 象征耻辱的日本夺冠的照片 坚决不肯摘下 可惜啊 去年的亚洲杯决赛 又是许立明率领的中国女篮 再一次的倒在了 日本女篮的脚下 可怜的许立明 日思夜想的愿望 没有能够实现 自己反而泪瘫在了冷椅上 本届的女篮世界杯 复仇的好机会呀 可是谁也想不到 日本会输给法国 输给加拿大 输给塞尔维亚 最后一场 惨败给了澳大利亚 结果是打不进八强 短裤也输光啊 逃回家了 可不就是个落荒而逃吗 第二个竖敌 那就是塞尔维亚 去年东京奥运会上 八进四的比赛 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啊 中国女篮意外的被她 拉下了吗 冤家路宅啊 今年的世界杯 正好可以逮住她 马那个车 到了戈壁上 塞尔维亚 地主的第四呀 抽签如果抽到她 那该有多好啊 哎呀 骑了个怪了 出了个鬼了 鬼死神差 中国女篮 恰恰抽到了 第三名的法国女篮 非常非常意外呀 塞尔维亚竟然玩起了躲猫猫 哎呀 真的是一点半分也没有啊 好在日本虽然是落荒而逃 但是塞尔维亚还在呀 抽签的结果是塞尔维亚撞到美国女篮的枪口上 相信美国女篮长枪短炮 拳脚棍棒 塞尔维亚必须是 逼青眼肿 止步八强 这么一来 这个一见之仇 也就算是爆了 各位朋友 以上算是我心情愉快 跟大家讲讲严肃的笑话 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 中国女篮打败法国就可以进入市墙 半决赛的对手肯定是澳大利亚 真正的劲敌很快就要来了 我坚定的认为 中国女篮姑娘肯定可以打败澳大利亚 你同意吗 点赞 关注吧 欢迎转发一下 留言讨论讨论呢 您看 好吗